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还有不到80天 中国体操队近期在北京进行备战训练 在训练场地旁的白板上 记者看到这样一句话 把每个训练日当作比赛日 每个人要做行动派有血性 对于这句口号 运动员们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我觉得就是运动员嘛 竞技一定要在赛场上拿成绩 这个就是行动派 不能就口诺上说我可以拿冠军 这个东西就是没有用了 然后血性这一话 我觉得就像说出来 就要对自己的话负责 要把这个冠军拿回来 我觉得不只是体操当中 可能任何事业当中 如果需要达到一个顶峰 你需要拿出一个血性 因为我们是比赛嘛 我觉得血性就是决心和信心 才能够有血性 如果没有信心没有决心的话 这个血性可能是不存在的 东京奥运会上 肖若腾与金牌师之交臂 现在他有望迎来 自己的第二次奥运之旅 肖若腾说还会把自己当成新人 对奥运会充满憧憬和希望 我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新人 然后当作自己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充满对奥运会的憧憬和希望 同时我也是希望给一些年轻人员 做出一个榜样的作用 相互学习 团体优先嘛 因为团体是第一场比赛 如果我们团体能够获得金牌的话 也是为后面的比赛做好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邹敬源同样对中国队男子团体项目 在巴黎的表现充满期待 他表示 面对主要对手日本队 中国队将全力以赴 首先我觉得要充满信心的 我肯定想说是百分之百 到最后一刻 我们都要咬下来 当然是想的是没有退路的 我们一定要在 巴黎奥运会的团体上面 跟日本去交劲 然后不会让一点后路 还不满17岁的邱祁源即将迎来自己的奥运首秀 以往在国际比赛中 他屡次被赛事解说和国外粉丝称为QQ元 邱祁源说 希望通过奥运会让更多人念准自己的名字 我觉得应该是我名字其实不算很好念 然后他们的英文发音里面 也不一定有我们中文的这个音 所以可能一念成顺口了就变成这样子 但我是觉得也是希望能用我的成绩 让大家念对我的名字 感谢观看